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囚室曾经关过一名自杀的罪人 而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有今天的暴动 死来之后胡安看情况不对 他就伪装成囚犯 还说服他们留一个摄像头 胡安趁机向外透露自己很安全 监狱掉来特警 可是犯人也没啥可怕的 他们掌握了人质 随后刀把就带着胡安去谈判 胡安接近透露人质位置 就在胡安快出去的时候 监狱传来惨叫 刀把立刻挟持了谈判官 让胡安去打探情况 原来是犯人闹事 于是胡安立马让人质带到监控下 不让警方强攻 还借机通知外面监狱内的情况 另一边 妻子担心胡安赶到监狱门口 却在人潮中被打 犯人看到家人被打很愤怒 于是割下人质的耳朵 威胁情况 胡安从警方得知 妻子的死很是绝望 与此同时 犯人们开始暴打了谈判的图头男 出队友图头男暴露了胡安的身份 胡安心如死灰 自杀未果后 选择站在犯人这边 他逼着政府妥协 无奈之下 警方偷偷告诉刀把胡安的身份 想让他们杀了他 但是刀把并没有 没有办法 警方妥协 就当犯人以为成功的时候 才明白这是警方和内线的阴谋 最后在监狱的人几乎都被杀了 也包括胡安 犯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权利 不能只因为曾经的错误 就剥夺他享受权利的自由 而且以暴制暴的方式是非常错误的 这样只能起到犯效果 看了我的视频 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们评论区见咯 谢谢大家